大家好,我是Mira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新菜单 就是叫做 マーク 定食 因为昨天我看到一个留言 就是问我有没有吃过マーク定食 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マーク定食是什么 我就上网找过了 那原来发现呢,マーク就是God7 那个マーク 就是其中一个很喜欢他的Fans 为了マーク这个名字可以变得比较多人去搜索 所以就为マーク创造了这个食物 那这个マーク创造是什么材料呢? 就是这个Spaghetti Spaghetti Doboke Sosiji 还有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Cizu 芝士 这四样东西都是我好喜欢吃的东西 相信出来的效果一定会超级好吃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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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蜆 是 芝士 是 热血 Gente 刚才覺得年糕粉了很多 像 吃 先 會飽死 好 我要試味 嘩 芝士真的不一定 好味 它好味的原因是哪呢 第一一定是芝士 第二就是炒年糕 大家都應該知道是什麼味道 然後它本身是甜辣甜辣的 然後剛才令我那個spaghetti 它的味道是有點酸酸甜甜的 所以現在兩個再混合了之後 是非常好吃 其實本來我在香港 我是不太吃這些 即食丁的食物 但是呢 來到韓國之後 我覺得 韓國便利店裡面的食物 款式真的都算是幾多 然後你又可以這樣混合來混合去 混合完之後 又變成一個新的菜式 Sorry 我知道現在是吃不點 如果大家都想吃的話 歡迎大家自己嘗嘗去做 但我不太肯定香港有沒有這隻杯麵 如果沒有的話用其他也行 但我覺得不可以用偏鹹的拌麵 一定要偏乎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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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這個Mark的裝飾 登上了人氣搜尋第一位 還有很多 吃也是這麼多的 一個人真的不會全都吃 大家做完之後 可以跟你們家人或朋友一起分享 好了我要繼續吃 真的非常多謝Mark的粉絲 如果你是iGod7的話 我相信你已經知道這個菜式 但如果你們不是God7的粉絲 如果你們又來韓國玩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便利店 買這幾樣東西 然後試試Mark定食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 宵夜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幫我按一個Like 然後分享給你們的朋友看 記得分享給你們身邊的iGod7 還有訂閱頻道的話 每一天的10點都有新片看 那我們明天10點再見 拜拜